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立先派议员叫做陶骏 就批评议长 说这个资政院的议长是故意袒护政府委员 就是袒护这个政府官员 他就要求议长今后要维持大局 务存私见 你要出于攻心 要维持大局 不要有个人的私心杂念 那么就说这个民选议员呢 对于这些亲选议员 是吧 那么进行了很多时候进行了很多这种攻击 进行这种争变 那么但是资政院内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对于亲选议员 对于议长 甚至对于军机大臣等等 并不是世事冲突 什么事情双方都进行冲突 什么时候都是水火不相容 而是呢 因时 因事的不同 他们是有所节制的 也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 那么这就讲到了立先派议员的他的斗争策略 立先派议员的斗争策略 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拉拢 一个是逼迫 表现在拉拢和逼迫两个方面 那么所谓的拉拢 就是指 这些民选议员 对于这个亲选议员 对于军机大臣 特别是议长 往往是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导之以利 欲之以害 向他们陈说事情的利害关系 以便尽可能的减少政治上的阻力 来达到自己的一些政治目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自政院在讨论是不是要弹劾军机大臣 在这个问题上 立先派议员雷奋就讲 说现在我们要讨论是不是弹劾军机大臣的问题 说200名议员都应发表意见 不要存依亲选民选的心事 就是要弹劾军机大臣 那么亲选议员 是吧 不要说我是亲选议员就要偏向 这个这个军机大臣 那么很明显他是要争取这些亲选议员 那么立先派议员陶俊 他也讲 说自政院当中虽然有一部分人是亲选的 有一部分人是民选的 他说但是呢 议员责任在维持国家安宁 议员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使得国家能够得到常治久安 他说军机大臣不负责任 民选的议员要弹劾他 是吧 他说呢 想必亲选议员 是吧 也不会呢 为军机大臣袒护而治国家安危于不顾 是吧 他说否则的话 如果说不弹劾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 是吧 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是吧 一旦有一天国家灭亡了 试问亲选议员还能坐在这个地方吗 就是你亲选议员 你所要想得到的一些政治利益 那么也会随之而亡 那么他认为说 这个亲选议员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和亲政府的利益 也是紧密联系的 那么这样呢 在立宪派议员的鼓动之下 那么司政院以112票 这么一个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的这么一个议案 那么他应该说是占了84%的比例 是吧 那么通过了这么一个巨头案 那么这个利益派议员 那么对于这个军机大臣 也不是从会议一开始就激烈批评的 他们一开始对军机大臣 也是采取一种拉拢的这么一种态度 那么只是到了后来 清政府和军机大臣 在利益问题上 就不断的进行敷衍 不断的进行这种拖延 那么使得利益派议员 对他们逐渐的失去了信心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说到了这个资政院的会议的后期 那么资政院内的这些利益派议员 那么才开始对军机大臣 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态度 批评军机大臣 腐弊无状 批评军机大臣是 侠天子以令诸侯 那么这个罪名也是比较大 侠天子以令诸侯 批评这些军机大臣 由立宪复返于专制 这军机大臣是吧 就是要把中国从立宪的这种体制之下 立宪的这种道路之上 重新拉回到专制的这种道路上去 那么这是这个 这个利益派议员呢 那么他对于这个 侵选议员的进行拉路 那么利益派议员对于议长 那么更是注意团结 注意这个拉路 那么在这个第15次会议上 立宪派议员就要求这个议长 说你应该通知军机大臣 来资政院呢 来接受质询 那么这个罗杰这讲 说让了军机大臣来资政院 来接受质询 说这个办法 一个方面是为了尊重皇上 尊重民权 尊重法律 他说而且呢 如果这一次能够让军机大臣来接受质询 用他的话说 这一回能够争得赚 就是取得成效 是吧 不但对于国家 对于议员有名誉 就是他很有面子 议长亦有名誉 对于你议长也是很有面子的 那么注意呢 对于这个议长的一种拉拢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除了对这个资政院当中 这些七选议员进行这种拉拢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斗争策略 就是逼迫 逼迫 那么这个逼迫呢 主要是这样 就是这些立宪派议员 就充分利用 在资政院当中 已经形成的 一种不可逆转的 这么一种政治舆论趋 是吧 逼迫新选议员 来顺同自己的意愿 同意自己的一些政治要求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讲 在表决是不是应该速开国会 和是不是需要简便易服的时候 立宪派议员提出来 不能够采取无几名投票的办法 要采取什么办法呢 采取记名投票 或者干脆就是起立 或者举手表决 采取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立宪派议员的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给亲选议员 以口是心非 表面上说赞成 是吧 实际投票的时候 投反对票 不给他一个口是心非 扬奉阴伟 这种含红唐色的这么一个余地 那么正是由于这些立宪派议员 坚持了这种起立表决法 或者记名表决法 使得速开国会这个议案 得以全票通过 自证院常见会当中的所有的议员 无论是亲选的还是民选的 全部投票赞成 那么对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自证院的立宪派议员 感到非常高兴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速开国会案 是吧 那么通过这种记名表决 起立表决 全票通过 那么对于这个简便易服的这个议案 那么也是通过这种起立表决 那么结果这个拒责案呢 是以101票赞成 27票反对 也是以一个绝对多数的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通过了这个议案 那么这个简便易服的这个议案 是吧 由于这个立宪派议员 采取了这种逼迫的办法 那么使得一些满足轻贵 是吧 也不得不投票 同意 这个简便易服 那么因此这个当时有个报纸 就极力的贬斥 这些这些亲选议员 说这些亲选议员 在资政院会议当中 没有政治头脑 毫无政治作为 他们说这些亲选议员 在资政院当中 是不顾大局 如冷血动物而已 就是没有什么政治热情 如冷血动物而已 致使一切讨论 结为民选 就是议员当中的很多这个议案 都是被民选议员所控制 被民选议员所左右 那么说民选议员 采取这种逼迫的办法 那么应该说还是取得了 他一定的成效 那么总的来讲 在资政院会议期间 立宪派议员 无论是对亲选议员 对议长 还是对军级大臣 他们都是 既有斗争 既有抨击 既有矛盾 又有拉拢 又有利用 那么对于 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的这种做法 我们与其说 它是一种策略 还不如说 它更多的 更明显的 表现出了这些立宪派议员 它的一种软弱妥协性 就是说 它表现出来是一种策略 那么实际上 跟他们这种软弱性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其说是策略 不如说是他们一种 软弱性的一种表现 那么尽管是他们一种 软弱性的表现 妥协性的表现 那么但是有一点 我们觉得是确定无疑的 哪一点呢 就是立宪派议员 通过这些做法 所谓的 拉拢 所谓的逼迫 所谓的这些策略 那它的一个根本目的就在于 通过这些手段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那么因此 这个立宪派议员 在这个辞职院会当中的 所采取的这种 拉拢和逼迫这种斗争策略 也应该是给予肯定的 也是有成效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辞职院当中的立宪派议员 他们的一些斗争的策略 与妥协 下面接着讲第五个问题 那么第五个问题 题目叫做 资政院立宪派议员的历史局限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 第一次长江会议期间 那么立宪派议员 那么看到当时这个国际形势 非常紧张 这个外患日逼 那么看到了国内这种 政治上的一种腐败 他们希望通过进行立宪 能够复国强兵 能够救亡图存 可以说表现出了他们一种 积极向上的 是吧 立志于救国的 这么一种政治上的进取精神 或者是一种政治上的主动性 那么但是呢 这些资政阶级立宪派 他们毕竟是刚刚从地主阶级 从封建官僚 或者富商当中 刚刚分化出来的 这么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 他们从这些地主阶级当中 从富商当中分化出来 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 他们虽然有的时候提出来 要自行解散 是吧 要这个情职解散 这个资政院 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但是最终 他们没有敢把这种说法 变成一种行动 付诸实践 那么因此 在这个资政院会议期间 那么这些立先派议员 又表现出了 他们政治上的一些软弱性 表现出了他们历史 他们历史上的一些局限性 那么关于这些立先 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这个历史的局限性 我认为呢 大概可以从下面 这么几个方面 来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 或者说第一个方面 那么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对于很多重要的 政治性的议案 不能够始终坚持 往往呢 使这些议案不了了之 也就是这些议案呢 没有能够产生出 重大的实际的这种社会效果 仅仅是个议案而已 没有引起社会上的 一个重大的一种政治影响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讲 他们提出来 清政府应该速开国会 是吧 在会上 经过他们的积极努力 最后这个议案 是以全体通过 是吧 那么这个通过了这个议案 那么但是 但是后来 清政府宣布 是吧 说这个预备立先时间 从九年改为五年 决定在宣通五年 来召集这个议会 而且决定 以强制的手段 把这些请愿代表 都压解回原籍 那么当清政府 做出这种强 这种强有力的表示之后 是吧 那么资政院内的 这些立先派议员 他们也指得 屈从于封建官府 或者封建专制的 这种因为 那么也说 这个时候 在野的 其他的一些立先派 被清政府 压解回原籍之后 那么在资政院当中 当中的这些立先派议员 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要求清政府 继续缩短 预备立先的这种时间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不了了之 又比如 曾经持续了四十多天的 弹劾击大臣的 这么一个议案 那么这个议案 在封建这个政府 在封建王朝的 这种多次的这种压迫之下 这个立先派 看这种斗争锋芒 慢慢的顿化了 就慢慢的消失了 那么这个弹劾军机大臣的 这个议案 几次起草稿件 是 吕尼 吕否 制定一个稿子 然后否定掉了 没有通过 再改一个稿子 又否定掉了 叫做吕尼 吕否 那么最初 他们提出来 要弹劾军机大臣 后来 不 又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要明定军机大臣责任 那么改完之后 就这说 还是不好 别的人又提出意见来 又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成挺申明 书臣责任 并设立责任内阁 又改了 那么这样还不行 接着又改 改成什么呢 不再弹劾军机大臣了 改成成什么呢 只请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这样改完之后 还不行 最后把这个稿子 干的取消了 不再进行这种弹劾了 也不进行这种成请了 那么接着 有一部分议员说 不行 还要弹劾军机大臣 结果再一次起草稿件 是吧 再一次上奏折 那么又通过了一个 弹劾军机大臣的 这么一个奏稿 就是这个稿子 就是反反复复 很长时间 很难取得这个政治成效 那么有些立贤派议员 对于这种情况 就非常不满意 那么这个议员李肃 那么他也是 认为这个事情 很没面子 很难堪 他说我们资政院 浮浮掩掩 反反复复 何面目已谢天下 是吧 就这么一个案子 反过来调过去 是吧 总是不能够很顺利的通过 也不能够取得实际成效 是吧 我们有何面目已谢天下 我们怎么样 面对天下的这些百姓 面对这些父老 那么也说 在资政院会议期间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像雷粪 易宗魁 罗杰 刘春林 是吧 像这样 就是敢于是吧 那种范延 执剑的人 敢于讲真话的人 是吧 敢于对军纪大臣 对上欲进行批评的人 应该说还是少数 那么说 还有相当一部分 历前派议员 在激愤之余 愤慨之余 不时的流露出一种 软弱无态 软弱无奈的一种情绪 有的是很激愤 但是骨子里边 表现出这种软弱的 一种无奈的一种情绪 那么他们也讲 说如果清政府 不速开国会 互选资政院议员 不承担新租税 就是你不通过 速开国会的这个议案 那么我们这些人 就不承担新的租税 就是不纳税 不交税 用这个办法 对清政府进行一些 这个要挟 他们也说 说你不速开国会 这个人民没有别的法子 只好拿出 他的暴动手段来 说你不立宪吗 老百姓没办法 就只能去暴动 那么他用这些话 去吓唬清政府 那么但是 作为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不愿意 也不敢充分发作 人民群众 真的去搞暴动 是吧 那么也说 这些立宪派议员 虽然讲 人民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拿出暴动的手段来 但是这些立宪派议员 是吧 他没有办法脱离 当时国内外 其他的立宪派 那种磕头请愿式的 这种斗争方法 那么像国内的 其他的一些立宪派议员 其他的一些立宪派 是吧 就讲什么呢 对于清政府 是一约欠告 二约欠告